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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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之前,请记得这个会议会被录音 然后我们有做一个现场直播 在我们拉丁马士的那个面部 请不要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收了出来 然后开始的时候,请把麦克风给关掉 要问问题的时候才开你们的麦克风 这可以开始了 好,等一下 好,很高兴再一次看到大家 大家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 我吃饱也是 很好 OK,欢迎大家再次来听我们的健康讲座系列 所以今天的健康讲座的主题是妙诗镜 好,好,我刚才讲的话 你们能不能够认识吗? 我刚才没有听到 我刚才没有听到 OK,好,那让我再介绍多一次 所以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健康讲座系列 所以今天的健康讲座主题是尿诗镜 所以跟大家介绍我是依文 今天跟我一起的还有我的同事佩玲 我们是来自新加坡中央医院的社区护士 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咯 好,所以今天的演讲内容包括什么是尿诗镜 导致尿诗镜的原因,尿诗镜的风险因素,不同类型的尿诗镜 如何治疗以及管理尿诗镜 最后是健康的膀胱管理 首先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各位的每一个人 是否有听过尿诗镜?有没有人想要跟我分享? 有吗?有没有人听过或者是经历过尿诗镜呢? 有没有?没有?有?有听过 有听过,好,所以尿诗镜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阶段 或者是持续性的出现尿道漏尿的现象 所以尿诗镜的主要症状是尿医不能控制 然后特别是在做一些动作时,尿医会不自主的从尿道口流出 有些患者会因为身体状况出现比一般人较明显的尿诗镜状况 然而尿诗镜可能发生在各年龄层的人 但因为老年人更为常见,所以致使人们误以为 其实尿诗镜是衰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后果 但实际上,老年人患有尿诗镜的原因很多 应寻求各种原因并采理合理的治疗方式来治疗尿诗镜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传达的信息是,尿诗镜不仅仅是一个病 它可以是因为你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症状 不仅如此,患有尿诗镜的人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心理以及社交生活 因为他们会害怕做正常的日常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讲座后 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或者是你的亲人正在经历尿诗镜的症状 不妨考虑去看医生讨论你的症状,并得到早期治疗 所以犹如我刚才稍早前提到的,尿诗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个人患有别的健康问题而导致的 因此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会把导致尿诗镜的原因分成两类 一是暂时性的原因,二是永久性的原因 所以呢,导致尿诗镜暂时的原因通常是因为某些病因而引起的 所以病患只要经过适当的诊断,并且找出病因再加以治疗的话 一个人其实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膀胱控制 那暂时性尿诗镜的三个常见原因是 你正在服用的饮料、食物或者是药物 某些饮料、食物跟药物呢,可能有刺激膀胱 并增加尿液量的作用 它们包括了酒精、咖啡因、碳酸饮料、气泡水、巧克力、香料、糖和酸的食物 特别是柑橘类类的食物,水果,譬如说我们爱吃的橙或者是柠檬 那那些对于一些正在服用心脏病或者是高血压药物的人呢 可能也会经历暂时性的尿诗镜 那尿诗镜也可能是因为由那种预移治疗的病状引起的 最普遍的呢就是避尿路感染 所以感染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膀胱 导致我们会有强烈的小便冲动 那有时候呢在你到达厕所之前呢 你可能已经会体验到尿医露出的现象 而最普遍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的呢就是便秘 直肠其实位于在膀胱的附近 他们其实共享许多相同的神经线 所以比较硬的粪便如果持续在直肠内呢 它其实会导致这些神经线过度活跃 并增加避尿的次数 好,所以现在让我来继续让你们了解 什么是导致尿诗镜的永久原因 所以很多原因呢其实是针对女性 但有的是专门针对男性的 因此为了让你们比较清楚了解 我再一次会把它分成女性、男性 以及男女共同的原因 在女性中尿诗镜两个最常见的原因呢 是更年期以及分娩并发症 所以许多妇女在分娩后呢 患有尿诗镜 特别是多分娩的妇女 这是因为怀孕和分娩呢会影响到骨盘肌肉的调理 也会伤害骨盘肌肉的神经 导致骨盘肌肉减弱 所以尿诗镜在分娩后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体内的那个激素水平变化也是引发尿诗镜的一种原因 所以当女性在进入更年期过后呢 身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发生异常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会导致尿道的张力下降 也会导致呢膀胱的黏膜变薄的情况 从而导致尿诗镜的发生 男性如果出现尿诗镜呢 最直接的可能就是前列腺出了问题 所以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前列腺会不断的扩长 然后这些就是很容易导致避尿系统出现问题 前列腺扩大其实会导致尿液排出 所以大多数前列腺比较肥大的患者 因为很难排出膀胱中的抑尿 所以会导致尿失禁的状况 而这类的患者呢排尿的次数也会比较频率 随着炎路如果出现了肿油或者是尿结石的问题呢 也其实会阻挡尿液的正常流动 导致膀胱受损 有的时候导致尿液泄漏 所以如果在严重的情况下呢 医生其实会建议做手术 但有时尿失禁的问题可能是手术的后遗症造成的 两性的共同原因呢 包括了脊椎受损 中风 帕金森和老年痴呆症等的神经系系统疾病 以及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倒成的 因为这些疾病通常会遭受神经受损 并会干扰膀胱控制所涉嫌的神经系号 然而导致这些尿失禁的问题发生 那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没有任何患有尿失禁的种种原因 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患有尿失禁的风险 所以现在我将和你们讨论并解释导致尿失禁的风险因素 与男性相比 女性更有可能患有尿失禁 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怀孕 分娩 以及更年期的阶段 随着年龄的增长 膀胱和尿道的肌肉会失去一些力量 膀胱的储存量也会降低 并增加不自主漏尿的现象 操纵其实也是其中一个风险 因为过胖的体质会增加膀胱以及周围肌肉的压力 从而减弱它们 并允许尿液在咳嗽时或者是打喷嚏时泄漏出来 大家都知道吸烟对我们的健康 其实有很多负面影响 那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呢 就是增加我们患有尿失禁的风险 那最后呢 就是家族病史 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患有尿失禁 特别是急迫性尿失禁的话 你患有此病的风险更高 但请大家注意 尿失禁并非遗传病 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的家人患有急迫性尿失禁 你就一定会得到它 它只不过会提高你患有尿失禁的风险 好 现在换我来听听你们的声音 请问大家 有谁可以跟我分享 有多少种类型的尿失禁 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想要猜一猜 一个 一种 两种 有没有人要猜一猜 两种 两种 还有没有人要猜一猜 我听到很多人说两种 好 谢谢大家的猜测 好多种 好多种 对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五种不同类型的 所以现在我会和大家分享 哪五种不同类型的尿失禁 类型 所以最普遍的就是压力型尿失禁 它是女性中尿失禁最常见的类型 通常是因为我们的骨盆底肌肉在分娩后拉长 体重增加 或者是因为某些手术的结果 并在女性月经期或者是更年期的时候较为严重 因为膀胀颈颈 因为膀胀颈下降 盆底肌肉没有无法有力支撑身体的原因 所以当腹部对膀胱的压力突然增大时 会导致尿液的溢出 所以通常腹部突然间有太大的压力 如磕嗽 打喷嚏 大笑 或者是你突然提起重了的东西的时候呢 会发现出意尿的行为 好 所以呢 等一下 有人不小心在那个荧幕上画画 等一下 我靠不到也没关系 请大家给我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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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分享 你再继续分享 再继续分享 OK 谢谢 那边那个荧幕上有一个笔的icon 就是画画的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按到那个 不然会不小心在荧幕上画画到 然后会遮住大家看到那个荧幕的字幕 好 所以不好意思 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所以让我现在继续跟大家讨论 第二种尿湿劲的类型 好 所以第二种尿湿劲呢 是叫急迫性尿湿劲 那急迫性尿湿劲呢 会让人家产生一种强烈的排尿欲望 那并会出现大量的尿液泄漏 这种尿湿劲类型通常发生的很快 患者甚至来不及进入厕所呢 就会发现了漏尿的现象 那大家请注意哦 急迫性尿湿劲哦 可能是因为轻微的疾病 比如说避尿路感染导致的 所以一旦治疗过后呢 其实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膀胱控制的 好 第三呢 那是充益性尿湿劲 那通常是因为膀胱脏 绿弱或者是尿道梗塞而发生的 所以膀胱在充益时会有尿液露出来 那患者通常呢会感觉到膀胱从来没有完全的排空过 而每一次在排尿的过程中呢都是非常漫长以及困难的 所以病在排尿过后呢 患者依然还是会觉得膀胱不舒服 那其中的原因包括了糖尿病患者呢 其实失去了正常的膀胱控制 前列腺肿大而导致尿道梗塞 或者是肿瘤和尿道结石而引起的阻塞现象而导致的 那如果不尽早治疗充益性尿湿劲的话呢 它会导致尿液从膀胱中回流到肾脏 从而增加肾脏感染 甚至永久性上损害的风险 那这类型的尿湿劲呢 在女性中是罕见的 它比较常发生在男性中 那公益性尿湿劲可能是身体或精神伤害的原因而导致的 那公益性的尿湿劲呢 有许多发生可能的原因 通常最普遍的原因是因为肢体的障碍 使人无法快速的上厕所 或者是脱掉衣服来使用厕所 或者从轮椅上转移到厕所的位置上 这些障碍包括了肌肉骨骼的问题 如背痛、关节炎 或者是脑神经疾病如帕金生症等 在其他的状况之下呢 功能性尿湿劲也可能是由于思维 或者是沟通问题导致的 例如说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 可能无法正常的思考 无法来计划他们几时应该上厕所 患有严重忧郁症的人 可能会失去照顾自我的欲望 这也包括了上厕所的 使用厕所的原因 那最后一个呢 叫混合性尿湿劲 混合性尿湿劲呢通常指的就是压力性尿湿劲 和急迫性尿湿劲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所以由于它叫混合性尿湿劲呢 它的症状就由这两种尿湿劲的状况一样 而这种尿湿劲呢通常比较普遍发生在老年女性身上 尿湿劲最常的并发症呢 可能包括皮肤问题 由于那个尿液泄漏而导致皮肤 长期处在湿湿的状况 所以患者通常很容易患有皮肤性感染 湿疹等的可能 它也会提高湿足风险 尤其是患有急迫性尿湿劲的热灵人士 因为很多患有急迫性尿湿劲的热灵人呢 往往会有冲去厕所的欲望 那有时候呢会因为地板湿滑 或者是沿路受阻而滑倒 尿湿劲也会增加你反复患有尿路感染的风险 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在严重的情况下呢 尿路感染的细菌引起可能会导致肾脏感染 那如果没有迪早得到适当的治疗 你的肾脏可能会遭受到急性受损 而导致很多问题的发生 患者还可能会导致住院 好 所以再一次问答时间 所以你们猜猜看一个人患有尿湿劲的人 通常会经历什么样的情绪呢 大家有没有 焦虑非常好 非常好 还有没有人要猜猜看 通常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情绪波动 我有个问题 什么 我睡觉的时候 好好睡觉就没有大料 不好睡的吗 睡不着呢 睡不着非常好 很好 不敢喝太多水 没有喝多水 没有喝多水 没有 不敢喝多水 不敢喝多水 很好 所以大家的猜测都是对的 非常好 所以谢谢你们的答案 其实患有尿湿劲 你如果有问题的话 等一下我再回答你哦 所以通常如果患有尿湿劲的患者呢 不仅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影响呢 其实对他们的心理方面也是有影响的 就像老年人 特别是患有尿湿劲的老年人呢 他们通常会限制自己参加像家庭聚会一样简单的社交活动哦 因为他们通常会感觉害怕和焦虑 同时他们在公共场合会因为尿湿劲的问题降低自己的自信心 例如说他们常常会在身上闻到挥之不去的尿意味 从而导致他们不敢靠近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孙 那刚才有人提到睡眠不足 是的 那大多数的人呢会感到睡眠不足 那是因为他们会一直在半夜起来上厕所 那有的人呢会甚至担心自己会尿湿床 害怕的不敢入睡 忧郁症以及焦虑症呢 在女性尿湿劲中呢更为常见 他们通常会感觉到自我羞辱 拒绝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那包括了他们的亲人 所以他们开始会远离他人 避免做他们以前常常喜欢做的日常活动 他们通常会变得比较敏感 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情绪波动 好 所以现在呢我将交给佩玲来跟你们继续讨论 尿湿劲的自小知识 佩玲 好 谢谢一文对大家一些很好的一些分享 所以在理解了有很多种的一些尿湿劲的情况后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您如果在尿医上有控制的问题呢 你们会去看医生吗 会不会想要看医生呢 会 一定会 会啦 会要想看医生对吧 因为如果有尿湿劲 其实可以为我们导致了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不便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再将与你们分享 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去看医生呢 很多人认为呢 尿湿劲可能就是因为我老了 所以老人家嘛 通常都会有这些小便大便的问题呀 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尿湿劲呢 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也就如刚才一文也跟你们分享了 而且尿湿劲是可以被预防着的 也可以被管理 也可以好好被治疗着的 所以当我们去看医生后呢 到底医生是如何诊断 你到底是有哪一种的尿湿劲 所以当你看医生的时候呢 医生其实会向你问一些问题 来取出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些资料 医生会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 你是否有正在服用润和 会导致你有尿湿劲的一些药物呢 或者你 你其实晚上起来到底几次呢 因为刚才有位男士说 晚上要起来很多次对吧 所以这些其实对医生来说 是一些很 很重要的一些资料 这样子他才可以好好的诊断你 到底是 到底为什么有尿湿劲 医生也可能会问你们 可能有没有任何环境的因素 可以造成你有尿湿劲 还是你一天到底喝了多少的水分呢 是否有没有 引起一些会刺激自己膀胱的一些饮料 比如说含有咖啡因的咖啡 茶类酒精等等 医生也会问到 你到底最近的肠胃 有没有任何的变化 比如说有便秘之类的 因为这以上的这些情况呢 都可能会导致你有尿湿劲 尿湿劲 除了知道这以上的之外呢 医生也会问一下 了解一下你的年龄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他也会问一下你的 分娩的一些历史 到底你生过几个孩子 是自然产吗 之类的 还有 如果你有那些 避尿的那些感染 或者你 其实 有糖尿杯之类等等的 除此之外 问这些问题过后呢 医生也会问一下 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检查 然后女性方面呢 他其实是会检查看 你们有没有一些 子宫脱税 或便秘的异象 医生也会为你们 做一些精神检查 还有骨盆检查 这些其实也可以帮助 让医生更加了解 你其实尿湿劲的一些起因 然后 要怎么诊断自己 有没有 那些 力尿的 那些感染 就是所谓的尿道感染 医生也会可能 要求你去 小便在一个罐子 然后他其实会把你的 那些尿 拿去验啊 他可以看里面 到底有没有细菌 医生也可能 做一个扫描 看一下你的膀胱 你小便完过后 他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扫描 看 你其实有没有 把所有的尿 抬出来 其实那个扫描 是可以看出来的 如果你的尿 你小完便过后 你的膀胱里面 还有很多尿的话 就代表说 你其实没有 完全好好的 把所有的尿 抬出来了 然后 医生也可能 叫你做一个 如厕日记 那到底什么 是如厕日记呢 就是比如你们 现在在屏幕上 看到的 就好像一个日记本 所以医生会要求 你写下来 你一天到底 喝多少水分 你在24小时 那小多少次变 然后到底有没有漏尿啊 然后大概有没有 一些常列的 想要冲去厕所 小便的那种感觉 还有当你有这些 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是在运动吗 你是在 你咳嗽了吗 你咳嗽了 还是你在跟别人说话 放松的时候 就漏尿了 所以这以上就是 医生如何诊断 你的尿失禁 那在诊断的过后呢 医生就会跟着你 诊断的那些尿失禁的 分辨 然后诊断出你应该用 哪一种的治疗方法 所以其实治疗方法 有很多种 就有比如 有保守治疗 我会再继续跟你们解释 到底这一些是什么 然后也有 药物治疗 也有 手术治疗 以及 医疗 医疗 器具 来治疗 我们的尿失禁 好 那到底什么是 保守治疗呢 那保守治疗 通常是医生 第一 第一选项 因为 这是最安全 也没有 不需要任何药物 也不需要任何手术 也不需要任何 医疗仪器的 一个治疗法 所以这个 保守治疗呢 就有 比如 膀胱训练 酸虫排尿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以及凯格尔运动 所以到底什么是 膀胱训练呢 其实膀胱训练呢 是可以拿来控制 我们的 想要小便的那种 挤迫性 以及其他类型的 尿失禁 那我们该如何 训练自己的膀胱呢 就是主要是在你 出现想要排尿的那种 冲动的时候呢 你要学会如何 控制和延迟 自己排尿的能力 这边没有三 没有三 这边 所以呢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刚刚开始 试着 忍着十分钟 当你有那种 排尿的冲动的时候 你忍着十分钟 然后跟着时间 慢慢延长呢 你可以 忍多十五分钟 然后慢慢二十分钟 然后自己拉长时间 到两三个小时内 才排尿一次 这就是所谓的 膀胱训练 因为我们当 你有尿失禁的时候 不代表你 其实是很想要去 小便的 是因为可能 你的那个膀胱那里 很敏感 所以其实你 不是要小便 可是你 不要让你感觉 你要小便 所以如果你可以 这样子慢慢地 训练自己的膀胱 拉长一点时间的话 其实可以加长 你的膀胱的那个 那个周围的那些 忍尿的能力 第二种治疗方法呢 也就是所谓的 双重排尿 那什么是双重排尿呢 双重排尿就是说 你小便了第一次过后 然后再等多几分钟 就再小第二次 所以如何做这个 双重排尿呢 就是第一步呢 你让自己舒适地 坐在马桶上 把双手放在大腿或膝盖上 身体往前靠一点 然后你就这样 自然地排尿 然后你当你排完之后呢 你不要马上就上来了 你就再做多一下子 大概几分钟 然后再重新做多一次 往身体靠前 双手放在大腿或膝盖上 然后再让自己 自然地再次排尿 所以就是让自己的 那个肌肉那里放松一下 然后改一个姿势 然后看可以把尿 完全排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改变生活习惯 所以刚才我的同事 一文有跟你们分享 所以其实改变自己的 生活方式呢 其实会影响 我们的那个尿失禁啊 所以要如何改变 生活方式呢 就比如 建议大家要减肥 因为如果超重 或肥胖的话呢 其实它会导致 我们那个尿失禁的 那个压力 那个周围的 那个肌肉啊 很非常的压力 所以呢 如果你减肥的话呢 其实有助于减少 压力尿失禁 泄露的一些发作 接下来呢 就是增强自己的运动 所以做运动 当然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但是那些尿失禁患者呢 要做真正的运动 才会有帮助的 所以高冲击性的运动 比如仰卧起坐 会把压力直接 专注在骨盆肌肉上 这样的运动会让自己 无法继续承受压力 会让你的骨盆 有更多的伤害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可以考虑做一些 低冲击的运动 比如说慢跑 散步或游泳 所以如果可以 避免这些 提一些很重的东西的话 尽量可以避免就避免 因为这些会 同样让你的 那个骨盆的肌肉 受到一些压力和伤害 第三呢 就是要避免喝酒跟吸烟 所以喝酒吸烟 大家都应该知道 对我们的人体 有很多的坏处 所以饮酒 对我们的健康伤害 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 那个酸度水平 会导致我们的那个尿失禁 然后也会有许多健康疾病 以及并发症啦 所以尽量可以少饮酒 就少饮酒 如果可以不吸烟的话 也是会对自己 有很多帮助的 因为吸烟会对我们排尿 产生不良影响 吸烟者常常也会有 咳嗽的问题 当你咳嗽的话呢 你的膳光会有压力 也会导致你 有时候会漏尿 然后接下来就是改变 自己的饮食 所以在自己的饮食 加一些五颜六色的 新鲜蔬菜和水果 这些其实有利于 清洁你的利尿系统 你的排尿系统 这也对我们那些 尿失禁的患者非常有利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建议大家 多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 要喝多一点水 所以就比如刚才 你们所分享的 如果你们觉得有尿失禁 就很怕喝水对吗 这是其实很普遍的 很多人都认为 我已经尿失禁了 可是我一直喝水的话 这样我不是一直要去上厕所 这样我晚上 是不是不用睡觉了 其实这个想法 是有一点不对的 因为呢 如果你不喝水的话呢 你的膳光因为不够水量 它会变得越来越小 你的膳光的 量会变得很小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 正常的继续喝多点水 其实喝水不只是会 帮助我们 避免这些 这些感染啊 其实那种尿道感染 这些可以避免 它也可以 让我们的那些 尿失禁的那些情况 好转一点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将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凯格尔运动 所以凯格尔运动呢 也称为是骨喷运动 所以它也可以被用来 这样低尿失禁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将通过影片 让你们知道 到底什么是凯格尔运动 这个影片是由台湾封城 泥尿学会所提供的 所以你们 看看一下这个影片 然后有空的时候 在家也可以做一下 这个运动 专家来解密 凯格尔运动 它是骨盆底肌运动 这一条肌肉 它是我们的骨盆的最下面 那在女生里面呢 它是从我们的尺骨 延伸到尾罪的一群肌群 那帮我们支撑住 我们的膀胱 子宫跟直肠 那在男生的话 它就是也是一样 是从我们的尺骨延伸到尾罪的 这一个地方 那它也是帮他 男生支撑住膀胱 跟直肠的部分 那这一条肌肉 如果松弛的话 在男生可能会造成 勃起的问题 也会有失禁的问题 如果是在女生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 阴道松弛的问题 要失禁的问题 不论男生或女生 如果能够好好训练 这条肌群 它其实是可以改善 尿失禁的问题 那女生的话 可以预防阴道松弛 或者是子宫脱垂的 这些问题 在男生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预防尿失禁的问题 也可以预防 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 跟早洩的问题 凯哥的运动 其实从五岁到九十九岁 不论男生或女生 都适合做 我们要练习凯哥的运动的时候 要先找到骨盆底 积在哪里 第一个方法就是 可以尿尿尿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就停下来 叫尿流中断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 叫做停止排气法 就是你在放屁 放到一半的时候 把屁憋住的那个方法 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骨盆底积在哪里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做尿流中断法的时候 不可以拿来做一个常规的训练 很多人会用尿尿尿到一半 来做训练膀胱的方式 这是错误的 这样子反而会让排尿变得有问题 那我们其实平常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掌 来做一个摸自己的屁股的方法 那我们通常会希望我们的掌心 就是放在我们的坐骨上面 那个坐骨的地方 刚好就是我们屁股最硬的那一块骨头 那另外我们三根手指头 可以朝向肛门的那个地方 就放在我们的屁股的后面 那在做提肛运动 或是凯歌运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是肛门 会往上提起来的这个感觉 所以你的三根手指头的地方 会感觉你的肛门离开它 那在收缩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快速用力收缩 那通常会要求就是收缩一秒 然后放松一秒 那这样子的话 用最快的方法去做训练 另外一个方法是慢速收缩 慢速收缩的方式 我们会希望是从收缩5到10秒 然后放松5到10秒的方式做训练 那每个 不管是快速收缩或慢速收缩 我们会希望就是 一天可以做3到4回 那每一次的话 快速收缩大概收缩30到40下 那慢速收缩的话 可以收缩10到15下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训练 那我们要记得收缩的时候 肚子大腿屁股尽量都不要用力 只有单纯做骨盆底肌提缸的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我们不能过度的训练 有些长辈他们会觉得他要赶快好 他就一直做训练 那有可能就会让他露尿的情况变得更严重 那也有可能让他腰酸被痛的问题会出现 所以就可能出现大腿内侧很酸 腰很酸或肚子很酸 其实都是这些肌肉用错了 那如果露尿情况增加 贫尿情况增加 其实就是这个肌肉他做太累了 就是要休息了 对于咳嗽打喷嚏或露尿的 硬力性尿失禁患者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在咳嗽打喷嚏 大小或者是在搬重屋之前 先收缩骨盆底肌来预防漏尿 那对于一些急迫性尿失禁 或者是膀胱过动的病患 我们会建议他在尿急的时候 先收缩骨盆底肌来转移他的目标 增加他去排尿的时间 那不论是有没有症状的患者 其实我们也会希望他在平常的时候 日常就应该做这样的运动 在大笑或者是搬重屋的时候 去收缩这个肌肉 能够强化我们骨盆腔的肌群 比较不会发生一些松弛的问题 也可以在老的时候预防漏尿的产生 或者是脱垂的问题产生 很多长辈或者是很多人 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在做骨盆底肌收缩的时候 不收缩肚子、大腿、屁股 或者是要吐气收缩这件事情很困难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他只要愿意练习 一开始真的好好的练习 只收缩这个地方 慢慢地再把运动练习起来 其实一个礼拜以后 他们就会知道怎么正确收缩这个地方了 好的 大家看了这份影片吗? 所以跟大家简单地复习一下 这个就叫做凯格尔运动 所以呢 大家可以一天至少进行三到四次的凯格尔运动 所以凯格尔运动呢 其实好处是在于 你可以在做自己的事情 工作的时候 在办公室的椅子上 躺着的时候 在沙发上也可以做的 所以一天做三到四次 其实这个 其实会让我们的尿试镜的这些情况好准的 所以建议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做 其实现在要做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好不好 在了解了过后 这些保守治疗过后呢 我们有另一种治疗 就是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往往是与我们的行为治疗 有这些联合的使用 所以如果你们问我 到底是要吃什么样的药物呢 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们讲 因为这个需要 医生会跟着 个人的症状来定义着 你们其实需要 吃什么样的药物了 然后如果这些保守治疗 都没有效果的话呢 还是非常严重性 医生会考虑通过手术来治疗 手术的类型也因个人而不易 所以医生会看看 你的尿试镜的类型 到底是怎么样 是哪一种 他才会建议你们用做哪一种手术啦 最后一个方法呢 也就是所谓的医疗器具 所以医疗器具 多数是让那些不适合动手术的女性用的 这也叫做是子宫脱 所以它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器 就放进阴道内 它可以帮助我们吃张那个膀胱 对膀胱或子宫脱脆的人 而引起的尿试镜呢 用这个子宫脱其实是蛮有用的 同样的医疗师也需要医生看过 然后要医生建议 才可以用这个子宫脱的 所以那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要如何管理一下我们的膀胱 让它变得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就避免饮用一些 会刺激我们膀胱的饮料 比如含有咖啡因的 咖啡、绿茶、气泡饮料 COCA COLA 这些含有气泡的一些饮料 还有咖啡因的一些运动饮料 以及酸性饮料 所以这些呢 尽量少喝啦 尽量喝多一点 排开水的话会比较好 然后可以多喝一些不会刺激膀胱的饮料 有譬如说白开水 白开水其实是对大家都很好的啦 如果那些患有糖尿病的病患者呢 白开水其实它没有含有糖分 所以其实对大家都很好 然后如果真的需要喝一些咖啡或茶的话 可以买一些不含咖啡因的茶和咖啡 还有如果要喝果汁的话 去可以摄取一些不含酸性的果汁 好吗 那再次提醒大家 健康的膀胱的管理 也包括戒烟 然后尽量吃多一点高纤维的食物 比如全股食品 蔬菜、水果 然后一定要喝多一点水来避免自己有便秘 然后选择健康的食物和定期运动 也可以帮助防止膀胱会变得有点问题 也可以防止自己有便秘 好我们已经来到了讲座的尾声 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们下一次的讲座演讲 然后有兴趣的人一样可以像Riding Mask那里报名 好吗 然后如果你其实想要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些护士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要看看我们要跟我们报名的话 我们其实有35间的社区护理站 分别在不一样的地方 对 男的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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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也要给一些关于男的吗 因为男性的器官的照片 男的男性都是一样吗 对 但是男性的器官收缩方式 都是一样的动作 对 对 只是收缩方式的地方点不一样 可是这个是关于你的是吗 凯格尔运动是男女都可以做的 这个啦 两个都可以 男女都可以做的啦 对 对 嗯 好的 谢谢你 好 我们有个问题 来 我这个人是说他睡着了就没有需要去小便 他不睡的时候就是时常要去小便 什么问题呢 到底 嗯 这个有要要看一下很多方面的问题 譬如说他清醒的时候 大概他一天摄取的喝水量有多少 然后如果说他正常的排尿 是每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话 然后 呃 是正常的 但是 呃 有些人会因为说 呃 喝的特别多水 或者是呃 因为天气的关系 天气冷的话 膀胱会变得比较敏感 所以会导致他们上呃 白天的时候 呃 可能下雨天的时候会上比较多次厕所 所以这个是因呃 个人而已的 可是如果说今天他们发现呃 比起他们平时每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上一去厕所 的话 现在可能每一个小时上厕所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说呃 不一定是尿失禁的状况 也可能说呃 膀胱中可能有什么感染啊之类的 所以呃也是要注意看一下排尿的时候 会不会有阻碍的现象 会不会感觉到疼痛 会不会有发烧的现象 那如果有这些的话呢 就会要去看医生 然后让医生来呃 诊断出是否是避尿路感染或者是呃 尿失禁的原因 嗯 请问呃 如果常常呃 呃 呃 要小便的时候哦 没有去小便就是 呃 控制哦 呃 是不是会导致那个膀胱的肌肉松懈而 引起更大的问题 嗯 好呃 呃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我们不建议呃 呃你呃 譬如说小便小到一半的时候呢 一直在呃小便小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收缩你的小便 那我们建议的是呢 譬如说你呃可能 20分钟前上个厕所 然后突然 呃20分钟 可能10分钟前你上过厕所 但10分钟过后你又想要上厕所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我会建议说 呃 先不要直接去厕所 先可能控制住先 然后呃 控制过后了过后可能5到10分钟 慢慢的再去厕所 呃排尿出来 但是如果说呃 如果说你你其实是非常急 然后很多尿尿的话 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去厕所 呃做酸虫训练啊 就是去厕所小过后呢 然后呃 呃再坐在厕所上面 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的排尿呃 呃的那个运动 所以是呃 嗯 不同类型的尿湿劲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无法排完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你排完他 嗯 如果是正常哦 不过因为好像 啊 不要一直上厕所或是忙着哦 就是常常会啊 控制就是 以后会导致那个膀胱肌肉松懈嘛 啊 对就像那个刚才呃的影片所说 譬如说你想要做凯格运动 那凯格运动其实是属于啊 收缩性的运动了 我们不建议你呃 非常激烈的做那个运动 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做 呃不建议 我们建议的是可能一天 你可以做三次 早中晚做三次 可能做个十到二十分钟 对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收缩运动 如凯格运动 是一个慢性运动 他就是说呢 你可能做了过后 一个星期你不一定会看到效果 他是一个持续性的运动来的 所以可能到三四个月过后 你没有这么长啊 因人而已啦 可能有的人在一个月过后呢 就可能会感觉到 呃 膀胱收缩会有一些进步 所以非常好 我不建议你激烈性的做 一天三次 嗯 如果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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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会啊 啊 你这个标题什么 啊 啊 尿湿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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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做这个运动 是OK的 哈 尿湿劲不要做这个运动是OK的 哈 我们会见 尿湿劲 尿湿劲啊 不 凯格运动其实是属于一个非常啊 安全的啊 骨盘运动 啊 他当然是对尿湿劲患者 特别有用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尿湿劲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也会建议说你可以做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话 其实它是有助 强强 就是增强你的骨盆的那个肌肉 所以可是你可能不需要做到 比可能患有尿湿劲的人来的多 可能一天做一次或者一天做两次都行 其实是可以建议就算没有尿湿劲也可以做的 好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老师请问一下 上次我们听一个老人每天应该吃的五种食物 其中包括黑巧克力 但是如果有尿湿劲的人就不宜吃黑巧克力 对吗 对 巧克力是需要避免的 但是因为黑巧克力里面就要看它的可可成分 通常我们会少吃 但是不要吃太多了 因为有的巧克力里面有含有咖啡因 对 所以它会其实导致尿尿的现象 对 所以主要是 就是避免咖啡因的东西就可以了 对 对 其实咖啡因会刺激膀胱 对 它也是有咖啡因是吗 对 它也是有咖啡因 对 好像麦露这些也是不要多喝 嗯 麦露里面有可可因 所以也是尽量少喝 好的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哈啰 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要打电话 是哪一个电话 你是要打电话来问一些关于自己情况的吗 是要看公司的吗 对 对 这里看得到吗 哦 6 6 6 5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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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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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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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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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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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一部分的地方是属于新加坡中 我等整个打给你 对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 如果你住在 McPherson的话 最靠近是加东 可是你必须要到那个社区护士站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根据你的个人情况 反而你真的需要这个社区护士的服务的话 我们看我们是否能帮你 建议去别的医院的这个社区护士 How about那个Galang Poly Clinic有吗 Galang Poly Clinic是没有社区护士站的 可是它是靠近加东那边的 加东是靠近哪一个地方啊 我们家都有好几样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不然你打来我们的热线好不好 我再跟你私下聊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OK 请问是不是要60岁以上的 才可以去这个社区 如果你有 因为请 60岁以上有疾病 慢性疾病等 或者是其他的病情的话 对 可以踊跃报名 这样他们 这是免费的吗 是一个政府津贴的东西 但是对 是不需要付费的 OK啦 他们不用还钱了 OK 好像 大巴尔在其中吗 sorry 我想请问你 大巴尔是不是在这35个中的一个 大巴尔不在里面 它是属于别区 可能别的社区故事 成都生医院 好 谢谢 还有没有人有有问题 关于尿丝镜的 想要问我们呢 有吗有吗 红相那边很热闹 我是Lighting Mask这边的 想问你 刚才你们的那个 exercise的那个图片 我拍了看不清楚 那个exercise 那个 可以 可以 放大了 你要放大了 放大了 我再拍一下看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那个多多人 谢谢 如果你们有联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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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格 运动 这个 这个小字幕这边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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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我 我放在那个chat里面 然后 给你们刚才那个影片的那个连接 你们去看那个影片 他会教你怎么做 比看图片还来的简单 好 我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app那边 好 可以 好 在义文在做这个之前呢 有人举手了 雷花 有问题吗 我想请问一下 尿丝镜跟盘骨有没有关系 尿丝镜跟盘骨 其实有 有紧密的关系 关系 因为 盘骨的地方就 在那个周围 而且 就如刚才 义文有说 如果我们女性生了孩子过后呢 就是比如自然生产 它会影响我们那个盘骨那个周围 所以 当 盘骨那个周围的那些肌肉 比较 比较弱一点的话呢 其实也会导致我们女性会有尿失镜的 所以 义文是跟你们分享的那个凯格尔运动啊 还有那些 那些双重排尿之类的 可以其实用来 来所谓的保守治疗着这个 这个尿失镜 对 这件 这件 这件做运动是有没有影响到 是不是要做 看是做怎么样的运动啦 如果你觉得你做那些有冲击性的运动啊 最好是不要举重啊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举重的话 其实会导致尿失镜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 比如刚才我们有分享过 要做一些比较 低冲击性的运动 比如上散步啊 其实也可以打打太极 去游泳之类的 其实对自己身体也是很有帮助的 请问 人类比较大 Joking 但是是很慢的OK吗 只要是不太激烈的运动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 如果说你喜欢慢跑 其实他对膀胱的压力不是很大的话 还是可以进行的 小病的时候会 小病的时候会烧会热 会是什么原因 这个有可能是尿道发炎的关系 尿道发炎的其实有很多尊重啊 比如说你小便觉得烧烧 尿烧烧 或者你觉得自己的尿 比普通的有点异味 或者你可能觉得一直要上厕所 可能你小了便了之后 你五到十分钟会一直要去上厕所 可是每次小出的那些尿 其实还蛮少的 比较少量的 所以如果自己有发烧之类的 都是可能尿道发炎的一些症状啊 所以如果当你有这些症状的话 我们当然是建议大家 必须去看医生啊 因为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检测 如果真的确定是尿道发炎的话 医生可能需要给你们一些抗生素了 谢谢 用客气啊 好我把那个凯格尔运动的那个连接 传进哪里了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拍下来 每次是 你开起来给我拍好吗 因为我电话 我好像每次都收不到你们 所发出来的 好可能需要给我一下子好 你们继续问问问题 让给我一下子先啊 很好看看别人有没有问题 谢谢啊 我先离开了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OK 拜拜 拜拜 可以放那个提纲那个 YouTube吗 三个手指在屁股那边的 那个照片 可以放出来吗 我想要拍了 三个手指在屁股 你是说影片之内刚才 刚才在影片的那个吗 也是有影片 对 现在一起放出来 我们拍了 其实现在已经是三点零十分 为了时间 可以啊 最后一张好不好 如果其实你们有面部的话 你们可以去上 RadiMask的 对 Facebook上 RadiMask 我们现在都在做直播 其实你们可以回去重看 那些运动啊 他们刚才所说的 而且我们 上个星期 也有我们的英文讲座 也是关于这个尿事剂的问题 是 所以它也有其他的运动 可是是用韵语来分享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那边重温 再看看多一次 而且比较容易好复习啦 好 谢谢你啊 麻烦你们啊 因为你们迟了 Thank you 谢谢 而且如果大家对这个尿事剂 有感到比较兴趣 因为今天发现到有好多问题 其实我们在新加坡中央音乐 这个13号 10月13号 旌旗6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个 这个 是英文的吗 是英文 如果你们能听英语英文的话 你们可以去来报名 所以这边有医生啊 还有护士来跟你们讲解 如果我 更 先一步的了解啦 让英文 英文不得了解 了解 所以你们有 偶尔有举办 医生 用华语的啊 就很好 很美意啊 如果有我们也会分享 不过这次这个 这个来临的伴侣 是用英文来跟大家分享啊 如果好像你有 疼痛啊 还是有脏啊 还是 无法小便的 这些你都可以去 来那边听一听啊 如果那些能听 对英文了解 能力比较好一点的 你能去报名参加 你听啊 如果那不好 对 英文了解 能力比较好一点的 你能去报名参加 你听啊 如果那不好 对 英文了解 能力比较好一点的 你能去报名参加 感觉我听到我自己的 回忆 好多次了 OK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想要看看 看回刚才那个影片 可以去Roddingmas的Facebook 重新看这个Live的Sharing 不然在这个Chat这里呢 其实英文刚刚有放了 那个YouTube的那个 那个Link啦 所以你们要的话 你们可以从那边按下去 然后他会自通你们到YouTube 去重新看刚才那个影片 好吗 如果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然后就像Felicia刚才说的 上个星期我有分享的 其实那个影片 英文版的呢 其实是有教大家 怎么做正确的运动 那其实你们可以去 Roddingmas的Facebook 看回三个星期英文版的 它分别有分为 女性的运动方式 跟男性的运动方式 但是它是由英文解说了 所以你们可以跟着那个运动 但基本上的原理是一样的 谢谢 好那最后 我们应该要结束 大家还有问题吗 大家觉得我们的讲座还好吗 很好很好 谢谢 所以有兴趣 这个13号的人可以报名 我不会听英文 我不会听英文 我真的不明白 我不会听英文 那个星期就是我上 我上你们的节目 那个英文的我上不到 后来这个礼拜 我问Roddingmas的他们的负责人 他说这个礼拜才是华语 我才上 对 通常我们会做英文版跟华文版的 这个礼拜是英文版 是吗 一个礼拜英文 一个礼拜华文是吗 通常如果我们有讲座系列的话 会分为英文版跟华文版 对 所以可以跟RoddingmasCC那边查询 下一个是什么讲座话题 对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对 好的 那大家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此回声啦 那我们在下一个讲座再见好不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报名我们的服务啦 所以这几天都在下大雨 所以大家要小心照顾自己 谢谢 拜拜 我们也一样祝生活愉快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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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看快乐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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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